修騙 這個孫女 不可以開桌 今天要開桌 不可以開桌 向你開桌是怎樣 唯一的孫女 要她快會十五萬 這名焦急的阿嬤跑來郵局 但行員察覺有益 我她要標籤 要標籤什麼 我想說如果標籤 應該也他們爸 他們都怕有錢 對啊 怕他們知道 為什麼怕他們知道 對 買家好事 人等一下 你錢花過的人 隨便走 沒辦法幫你拒絕 警方不斷勸說阻止 但證明阿嬤還半信半疑 你去那裡台北就呆了 你都知道這回家 口罩是你到台上來 那時候我們在那裡 事發在十九號中午 台北鳳山區 林姓阿嬤接到孫女電話 稱要標法拍屋 但匯款地點對不上 才驚覺可能遇上詐騙 就連一旁保全都看不下去 老實在那麼多錢 你不知道嗎 你死了 你死了 我死了 我我我 你看人要跟你拒絕 你知道要死了 那定位一台就要回家 幽默阻詐 讓婦人大罵踹死你 鬥得現場人都哈哈大笑 婦人聽到警方的分析後 得知電話另一端是假的孫女 終於打消心中疑慮 行員警察和保全合力協助 終於讓婦人打消心中疑慮 不再聽從歹徒的指示匯款 成功守住養老金 三地新聞高雄 綜合播